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音菩萨乘着祥云来到中州的太世山 当天夜里他托梦给当地百姓 说明天观音菩萨要经过此地 点栏有缘人解救百姓的苦难 第二天百姓纷纷谈起了昨夜的梦 发现大家做的尽是同一个梦 众人满怀希望等待观音菩萨的到来 你也做了同样的梦吗 我也梦到了观世音菩萨 到底谁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呢 好行人 给一点吃的吧 现在是汉子 有粮食都不会给你 行行好 给一点吃的吧 怎么又是个要饭呢 没有 原来观世音菩萨化身为一个穷苦的老妇人 一路乞讨 当时中州正值大汉 庄稼都枯萎了 观世音菩萨乞讨了很多家 都没有要到一点吃的 唉 百姓毫无慈悲之性 难怪神佛怪罪 天在降临 难道这老夫人就是观世音菩萨 老婆婆 您是说 因为这里的人不肯一心向善 才遭到这样的天灾吧 上天之心是最仁慈的 只要人们诚心悔过 上天是会看见的 多谢观世音菩萨点化 愿菩萨大发慈悲 广施法力 降下甘霖 弟子愿建寺庙供奉菩萨 并且劝说众人归依佛门 难得你一片诚心 替众人求情 你告诉大家 明日五十三刻 我将显化真身 施法 降下甘霖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刘世贤 以后一定乐善好施 互相帮助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下与大悲观世音菩萨是解救百姓疾苦的好菩萨啊 多谢观世音菩萨 我们一定广世音菩萨 此后 中州的百姓信奉佛法 广世恩德 老伯伯 让我来帮你背木柴吧 谢谢你啊 年轻人 刘世贤 在太世山上建了一座庙 那中 供奉手捧杨柳敬平的观音菩萨像 这次 观音菩萨的显化 被称为 杨柳观音